大家好 星期二突發 今天是2021年3月4日 星期四晚 大家好 這是聯合突發 因為這件事 我們一直都 十分之緊張 搞了幾天的馬拉松式審訊 終於有結果 最初報出來說批准15個人保息 我最初猜 就是一個也沒有 但是現在 現在就似乎 這個政權比大家想像中更加懂得玩分化 更加卑鄙 我當時 我猜過可能會放暴法 然後律政司就提出上訴 這個肯定是百分之一千 因為你不可能被他放回家 他是不會大發慈悲 不會放你回家 換句話說 現在是名義上 扮放你 實際上你永遠都不會得到那個特數 沒錯 我們先讀一下他 原先批准15個人的保釋名單 因為戴耀廷有另外一宗案 那宗案是保釋不了的 佔中那宗案原來還在搞的 所以他就放棄保釋 所以只剩下46人 但是46人之中 蘇惟德就說批准15個人保釋 那15個人呢 我先讀一下名單給大家看 鄭達雄 楊雪瑩 彭卓奇 何啟明 劉偉聰 黃碧雲 譚文浩 斯德來 張可心 郭家麒 伍建偉 呂志恒 林景楠 柯瑤林 李宇信 公民黨其實 每個人都 可以保釋 除了楊岳橋之外 我們這一刻也不要這麼猜 為甚麼會比哪些人 如果大家相信他真的是根據 情況來比呢 其實也是中計的 是 我也覺得是 因為 他很明顯 根本就是在扮好人 不關我事 我給你保釋的 不過律政司說要上訴而已 現在的潛台詞就是這樣 律政司就運用了他的權力 就要覆核這個保釋申請 所以這15個人是要繼續還押的 即是 根本那個 沒有一口砂糖的一口屎 那都是屎 等你分化 你那15個人 一定要繼續爭取 機會的 一定要繼續上訴 沒有數 所以就是分化了 他就是想這樣做 這個政權 比我們想像中 差不多啦 都會想到他那麼獨立 這次 玩了那麼多天 其實 大家應該 不會有任何懸念 連內褲也不讓你換 連涼也不讓你充 怎麼可能讓你保釋呢 是不是 大家真的想想想 一早都說了 基本上是故意在這裏 他們那種是 除了司法迫害 政治迫害之後 還是那種精神折磨 這些 共產 國家 蘇聯 專門是在玩這些東西的 這些就是在說的酷刑 不一定是身體傷害才是酷刑 這是特意用精神折磨的方法 對 沒錯 是要你意志上崩潰 這次 15人 有機會保死15人 接下來要轉介到高等法院 最終可能要上訴到中審法院 但是其實沒有用 只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你不斷用你的程序 不斷耍你 不斷耍你 浪費了很多時間 令到你 身心俱疲 這次 這個法官蘇維德 真的交了功課 製造了東西 真的 製造了上面 交給他們的任務 玩到你們盡 這次 比起往所有的 處理的案件更加是變本加厲 沒有試過玩到那麼出神日化 這次是把你們 全部人玩弄於故障之中 接下來可能會繼續升官 這個推測 不知道 因為 其實就是這樣兩體的情況 昨天我也有做過分析 現在很多人覺得自己贏了 對付所有反對派 開始很多人就出來爭拳了 很多人出來表忠 受到干擾 信號中斷 現在重新接駁 重新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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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 看到現在的環境 其實之前 一直以來 我們一直都奉勸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國安法 立了一刻 之後 我們決定 要離開香港 國安法 國安法 當時 無論怎麼算都知道 是知道大件事 當時 國際氣氛 比現在好 十萬倍 當時 整個勢就是美國 徹底介入所有東西 都知道 是很不安全的 因為即使美國除了派軍隊空港 接收香港之外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救到我們 這是肯定的 所以 當時就知道如果要過國安法 所有人都會在刀鋒上 把刀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頭頂上 那麼現在 他這樣對泛民35家 其實是沖著特首選舉 以及整個政府的權力 核心來源 所以我們如果要預計 接下來 他已經沒有任何阻力了 基本上搞你反對派是預入無人之境 我們也可以斷定他 一定是會搞區議會的 其實各方面的資訊 以及消息也是這樣說的 他們下一次就會搞一些有份 提供 這個場地被搞初選的 立法會 就是要搞立法會初選 因為當時有部分的區議員借地方出來被人搞的 他們 很大機會一定會被人搞的 連同 部分的黃店可能也要小心 現在他們的消息傳出來是要搞的 最近也說李大已經抓了十幾個 又重新告暴動 只是在集了名字之前 現在他們 基本上不會放過任何一個 我們有一批手足走了 有些走到台灣 有些走到加拿大 有些走到美國 他們很早已經走了 真的李大之後就走了 現在 有部分李大放出來的人 就現在被抓了 所以接下來的政治氣候 其實一定會越來越高壓的 一定是大清洗 也是要奉勸 所以不止只是幫過搞初選的區議員 再向上移動就一定會搞區議會 搞區議會選舉的人也有可能會被他 立入的範圍 用相同的理由 35家是一個顛覆的理由 基本上你搞選舉都可以說你是顛覆的理由 你嘗試去 現在其實 不知道會不會有選委選舉 你選的選委就說你是顛覆的 選委也是的 所以很麻煩 接下來 基本上他是不讓你任何政治參與的 因為我剛才聽到他的保釋條件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主旨說了出來 就是 這班所有保釋的人 或者所有涉嫌的人士 民主派人士 你接下來是不可以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不可以幫他宣傳 不可以參選 你可以投票 但是你已經是 喪失 喪失政治權利 被剝奪政治權利 現在他不是在這個報告書寫 寫出來說你的政治權利被剝奪多少年 但是實際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整個政治氣氛是十分之令人不開心的 我們在海外看到那些新聞 哪裏會有好教訓 哪裏會有好教訓 也不是和大家一樣的 對呀 在香港看的話 再提心吊膽一點 不知道哪時的刀向著自己 我們也有打給一些朋友 可能還沒有抓到你 其實也有很多朋友要為自己作出一個準備 不要以為是沒有你的份 因為現在這個 我沒有人這麼想 現在的問題是 不知道應該怎樣 大規模撤離 他們又怕 又怕會觸動到他們 這個也是的 因為現在的入境處長可以 讓任何人入境 或者不讓任何人出境 那條例 有人會覺得你會不會 幾人休天啊 他未必會擁若權的 現在還在想幾人休天啊 我想問 一條限聚令 他都會玩到出神入化啦 所有人都不能出街啦 你想想連這條限聚令都可以 控告所有人 入境處長又要權利不讓香港人出境 你覺得你還有機會出境嗎 幫那個辯護那些是藍絲來的 不會有黃絲那麼傻的 那些是藍絲來的 就說你們在弄點嘛 所以現在他們 任何權利一通過了 他們是用盡的 本身不通過的東西 他都已經可以用盡的 更何況 新通過的東西 你看看那個國安法 現在警察 現在警察出身來 有公眾人士罪集的地方 他都帶紙旗的 都說你觸犯國安法 所以 他們的權 不是用盡的 是用到凸了 一定用凸的 基本上一百就用到二百 你想想 入境處長他擁有權利 所有人都不能出境 誰能出境的 這個叫做甚麼 屈穎儀就能出境 我不想太深入研究他會怎樣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已經是要限利也不是很難 更何況再過了 更加就是 變相就是封鎖 不過封鎖黃絲 不封鎖藍絲 這個肯定 何君堯要走十里就走的 大口狗要坐飛機十里就走的 其他人不是那麼容易回答而已 這節我們先講到這裏吧 拜拜